台北市方面要拼加薪 而新北市要拼加价 这双北市长现在看来似乎在较劲 到底谁可以为市民带来生活中更多的小确幸 新北市长朱立伦首创了产检 有五天的半薪假 配偶陪产检也有两天假 而陪产假从现行的三天要加码到七天 而不过对于台北市长郝龙斌来说 他是第一个跳出来支持的 他说台北市一定会跟进 甚至不排除要放有薪假 你加薪我放假 闷惊时代要让民众有感 双北市长纷纷推小确幸措施 产检假跟陪产假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对鼓励生育下一代 继台北市长郝龙斌帮临时雇员加薪后 新北市长朱立伦抛出三大优惠产假 现在妇女没有的产检假 新北市年底开始孕妇科请五天 但属半薪病假 准爸爸们的陪产检假也多两天 但要并入试假也属无薪 陪产假比现行中央规定的三天 再多四天 但多出来的假一样无薪 表面上看起来多假 但大多附属在原本的并试假中 即使如此台北市长郝龙斌 还是第一个跳出来表示跟进 现在陪产假我个人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构想 我也非常的赞成 我已经要求劳动局在做积极的评估 台北市确定跟进 甚至不排除加码成有薪食之架 但基隆和桃园评估后 确定战不跟进 双美市小确幸施政赛跑 看来越来越热闹